朋友们好 欢迎回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2024年一时 中共党内出现了不少反习的声音 传言刘少奇之子刘元写一众红二代联署反习 继财经网发表批评习近平误国的社论之后 第一财经在1月4号也刊发了一篇题为 最好的承诺是放手和放权的社论 内容是极其敏感 耐人寻味 同时间 中共官场正在进行密集的人事变动 被端掉的火箭军和军队系统迎来了新一批上尉将领 在这些加关静觉的新官当中 不少人有着同一个特点 来自于山东 接替李尚福的新任中共国防部长董军 山东烟台人 新任火箭军政委徐熙慎 山东人 武警司令王春宁 山东人 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 军科院院长杨学军 都是山东人 今天台湾的《上报》发表文章 说自二十大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至今 中央高层 总共205名委员当中 数山东籍的是最多 占到了32人 之后呢 才是更为大众熟悉的浙江 福建 陕西邦 山东邦悄无声息的崛起 很多人怀疑与彭丽媛的关系密切 彭丽媛是山东运城人 这当中有多少是彭丽媛吹枕头风 定下的名单 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有新的 更加信任的梯队山东邦 还是如传言所说 彭丽媛是山东邦的头 而习近平在准备船位于彭丽媛 山东邦究竟是更像内斗之下的产物呢 还是习近平在为接班而布的局呢 今天呢 我们就从这个逆势崛起的山东邦入手 探测一下中共高层的权斗脉络 先从彭丽媛说起 在彭丽媛山东老乡当中 最早被认定为彭系人马的 是阻击山东运城的 现任政治局委员 新疆书记马兴瑞 早年金融时报曾经援引 北京的知情者爆料 说马兴瑞和彭丽媛 是有着家庭渊源 他在习上台之前呢 就出入习家了 房间也有消息 说马兴瑞的身迁 与彭丽媛有直接的关系 是有人通过私人关系 以老乡的名义 将马兴瑞引荐给了彭丽媛 因此马兴瑞才在十八大之后 获得了主政深圳的机会 12月底的时候呢 海外知名时评人士邓玉文 在推特上透露 说京城正圈啊 出现了传闻 马兴瑞将会调入北京 接替蔡奇做中办主任 据说呢 是因为马兴瑞这么些年 没能栽培出什么亲信党女 此前又是远离京城权力中心 能够更好的平衡浙江帮 和福建帮的关系 更加重要的呢 是他还有彭丽媛担保 所以习近平用他相对来讲 更加的放心 这个传言准不准 先打个问号 我们再来看第二位 被认定的彭系人马 有着变色龙之称的 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 祖籍山东昌乐 原本呢是江派人马 后来走了习夫人路线 2021年的时候 李鸿忠第一次喊出了彭丽媛精神 将历来只在习近平身上出现的 指名方向这类的说辞 套用在了彭丽媛的身上 是深得彭的欢心 故此就算他主政的天津 政绩极差 财政收入全国倒数 也成功留任了政治局委员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二十大之前 讲习近平接班人时 还提到过他 他是政绩平平 又有江派背景 当时是预测他极有可能退居二线 结果他还挺意外的留任了 果然是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除了这两位与彭丽媛有着明显联系的中央高层 还有一位与彭丽媛关系隐晦又微妙的特殊官员 他呢就是三朝国师王沪宁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有没有搞错 王沪宁明显是江曾派上海帮啊 什么时候跟山东帮搭上边了 诶 这党官也是要与时俱进的嘛 王沪宁呢 本来就是山东人 他的籍贯在山东夜县 在他没有当上常委之前 时常陪同习近平夫妇出访的 那此外 王沪宁和山东帮的关系 还可以从另外一位近期被提拔的中间人 孙夜里来一探究竟 一个星期前 孙夜里被指派接替胡和平 接任中共文化和旅游部 后面我们简称的文旅部的部长 孙夜里呢是山东安邱人 在接任文旅部部长之前啊 他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和国务院的新闻办主任 孙夜里和王沪宁呢 是同根同系 都是典型的党棍 首先在角色上 他和王沪宁一样都是党舰的笔杆子 孙夜里常年都在做着中共党史党魁文献的研究工作 也参与过江湖习三任党魁的理论的炮制和包装 也编解过一些习的治国理政的宣传文章 他的另外一重身份 全国政协常委位居政协主席王沪宁之下 是王沪宁的下属 在上届中共常委王沪宁主管党务文宣时呢 孙夜里是中宣部的副部长 在一年之前 2022年 王沪宁任二十大秘书长的时候 孙夜里是二十大的新闻发言人 也就是说 孙夜里和王沪宁 一来本就是出生于同一个系统 二来这两人呢 还多次搭档一阵一阵的主管过统战文勋 要说这两人不合拍是不可能的 更加有意思的是 一周前被卸任了的文旅部的前部长胡和平 也是山东人 灵溪人 现在在孙夜里下面干活的文旅部的副部长李群 也是山东人 危害人 而且这李群呢 还是政协常委 也是王沪宁的下属 那另外一位文旅部的副部长杜江 也是山东人 朱成人 就是说吧 第一 文旅部的部长加上两位副部长 全都是山东人 第二 文旅部的正部长和一位副部长 都同是王沪宁在政协的下属 这就有点山东帮的文旅部 王沪宁的文旅部的赶脚了吧 而这个文旅部呢 名义上隶属于国务院是李强的旗下 但实际上早就受到主管文宣系统的蔡奇和李书磊 从体制上的控制了 所以表面上看呢 是李强和蔡奇在政 谁称想 是王沪宁早已经坐收羽翁之力了呀 如此的山东帮不可谓不令人忌惮 在地方官员当中 北京的书记 西藏的书记 江苏 内蒙古 宁夏 安徽的书记 还有河北 浙江 湖北 贵州的省长 都是山东人 更值得关注的是军工系统里的山东帮 几天前被提拔接替李尚福出任中共国防部长的董军 1961年生 是首位海军背景出身的军官部长 曾经在中共海军系统里任中校参谋的姚臣就说了 这个董军其实是个草包 能力根本就不行 但是很会来事 善于结交领导和同事 在新平当政的初期三年的时间 他是连升了三级 归根结底 还是沾了山东人的光 因为在海军机关舰队各个基地院校的将军 比董军强的人是太多了 为什么还要提拔他呢 姚传说还不是因为军队里这老乡的观念重 海军各级干部山东人太多了 再有呢就是中共军队是政治挂帅 有没有能力不重要 说到这个中共军队里的山东帮啊 就不得不要提一下历史渊源 早在红军时期呢 山东就是中共干部起家的重要地盘 中共打赢内战之后到了邓小平掌权 当时从山东野战军出身的干部就有很多 90年代山东帮开始崛起了 利用排挤他人的方法呢 这势力是逐渐做大 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江泽民长军的前妻 两名辅佐当时不懂军的江泽民的副军委主席 张万年和池浩天 这个呢和我们的红朝秘史系列 是出现了梦幻联斗 在红朝秘史当中呢 我们当时说到江泽民啊 通过打倒杨家将保住了大魏 开始掌握军权了 但是呢仍然未被邓小平充分信任 所以呢就给他安排了两位副将来辅佐他 说是辅佐实则为监管 这两个人呢就是山东帮在军队的大将 当时军队里的山东帮也是得利于 杨氏兄弟的倒台 而趁势发展壮大的 那在邓小平死后 江泽民呢为了完全掌握军权 就想要对山东帮动手了 但是当时军队反弹巨大 从邓后的第一老人万里 到老将军张爱萍等等 都维护着山东帮 那江泽民见状就不敢强行换人 还怕与山东帮结仇了 于是呢又马上改变面目装出笑脸 与山东帮结盟 因为秉食的江泽民啊地位不稳 他深知单凭他的上海帮 就想掌控中国是不可能的 那与其与山东帮斗个你死我活 不如结盟 好在在这之前呢 当时江泽民是已经斗倒了北京帮 一举掀翻了北京市的45位高官 这个内容呢 在我们下期的红朝秘识当中 会详细的复盘 在这里呢先预告一下 正是因为当时江泽民和山东帮 选择了结盟 才在一定程度上 保留了山东帮在军队里的势力 石浩田 徐惠兹等山东帮的巨头 都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得到了重用 特别是石浩田 在江时期担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 长达十年之久 最后 有没有转变成江的上海帮 都未可知 根据一些史料 当时的山东帮之所以跟上海帮结盟呢 并不一定是对江泽民感兴趣 一些北京政界的高层人士说 山东帮当时呢 是看不起上海帮的 但山东帮目光远大 从长记忆 明知道江泽民不信任自己 也装出了一副忠实盟友的笑脸来 只能看江泽民的下一步棋 再说 如果是江泽民动李鹏 那山东帮呢 就会与江泽民联手 倘若江泽民转手杀山东帮的话 那么山东帮狗急跳墙 可能就会参与到岛江运动 当时的山东帮背景也是很复杂 他们与改革派阵营呢 也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像万里啊 乔石 田济云等这些人呢 都很是重视山东帮军山头的存在 讲这一段历史渊源 就是想突出一点 那就是从90年代 山东帮自壮大起 就和江泽民的上海帮 暧昧不清 为什么呢 要深度了解这里面的逻辑呢 建议朋友们去看我们前三期的 《红昌秘史》 那简单的来说 山东帮的崛起 就是因为曾庆红当时做局 扳倒了当时在军中 一家独大的杨家将 杨尚昆不倒 山东帮是根本起不来的 所以呢 在倒洋的运动之上 山东帮就和江泽民 达成了默契 展开了合作 后来江泽二人呢 又一锅端掉了 陈希同领导的北京帮 在掌握军权的路上 江泽民又不敢和山东帮 对着私要 而是采取了结盟的做法 也才使得山东帮 在以后的日子里 得以继续在军中 壮大发展 一直持续至今 所以当时的江泽民 以及他背后 所代表的上海帮 和山东帮的关系 在历史上 就是相互缠绕着 暧昧不清的 不是那种你死我活 有着明显界限的状态 那除了这一个角度 军队当中的山东帮 还和上海呢 有着血液之情 这又怎么讲呢 1949年 共军啊 当时为了所谓的解放上海 组成了一个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并且呢 当时是开会决定 接管华中的 15000中高级干部 完全都交由山东来负责 当时强渡长江 解放上海的 先头部队的领军将领 就是山东帮的巨头 池浩天 在抵达上海之后呢 陈毅和曾庆红的父亲曾山 又直接领导了 这些南下干部 接管上海的事宜 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些 山东共军来说 上海就像他们的 第二家乡一样 在江执政期间呢 上海又受到了 特别的经济照顾 经常在政治经济上 是被为偏食 就使得很多 出自于山东的干部后代 都在上海 是有所发展 王沪宁 曾庆红就是如此 几十年下来 因为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和强势发展 那批山东干部的后代 都早已经是或多或少的 融入到了上海的血液当中了 就是因为这两层关系 军队里的山东帮 和上海帮 其实脚缠非常之深 反映到现实状况上 就是会发现 很多山东帮的成员 是同样有着上海帮的影子 最明显的就是王沪宁了 还有前面说的 彭系人马第一人 马兴锐 马兴锐是在江湖时期 因为当时技术官僚 被重视而得势的 后来他在国防军工系统里 又是深得曾庆红的赏识和提拔 才为他在习近平时期 能够步入政坛奠定了基础 那你说 马兴锐是习近平彭丽媛的人马 还是曾庆红的人马 很难说得清吧 再比如李鸿忠 此前可是妥妥的江派人马 再有 现在被提拔接替李尚服的 新任国防部长董军 这个人毕业于大连舰艇学院 在他之前的海军司令吴胜利 有人说是胡锦涛的人 也有人说是江泽民的人 但是肯定跟习近平 没有啥太大的关系 而董军的上一任 沈金龙就是上海人 如果一定要说董军和习近平的关系 那就是军委委员习近平的亲信苗华 在2014年底到2017年这期间 担任了海军政委 而董军在这个期间 担任的是海军副参谋长 当时的苗华是董军的上级 可能就向习近平推荐了董军 从这一个层面上来看 很难说董军就是习近平的亲信 他反而更像是 兼具上海帮和山东帮身份的一个后辈 而习近平之所以提拔董军 可能是因为苗华的推荐 和彭丽媛的利剑而被接受 但是这样的接受 就不像是拥抱亲信的那般接受了 是更有种勉强的味道了 那么既然这些人都称不上亲信 为什么习近平还能首肯 山东帮的强势崛起呢 是否说明他在为 同有山东身份的彭丽媛 推上台前而做着准备呢 要说彭丽媛是山东帮的老大 能够领导军队当中的山东帮 这种可实行性非常的低 不说完全没有吧 但是目前来看呢也是几乎没有 而且出生在北京的民主人士 王军涛呢是披露了一个秘文 说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关系 其实并不好 因为原来在福建给习近平开车的司机 也是习的保镖 说在那个时候呢 彭丽媛就根本不跟习近平住一块了 两人闹离婚 说习近平啊打老婆 王军涛还说彭丽媛没有任何的背景 习近平也就是看他漂亮才娶了他 那习近平又怎么可能会听他的话呢 他旁边那么多人的话都不听 他弟弟的话都不听 又怎么可能会听彭丽媛的话呢 他俩的关系并不好 完全就是政治夫妻 习近平不会听老婆的 从习近平的第一任妻子 柯玲玲的讲述当中呢 也是能够找到踪迹的 1979年的时候 习近平呢 与当时中国驻英大使 柯华的女儿柯玲玲结了婚 三年之后啊 两人就老眼纷飞了 2015年的时候 身在英国的柯玲玲受访 谈到了习近平 说习近平啊 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想干一番大事业 反正柯玲玲说的话呢 他都听不进去的 所以柯玲玲才选择了 和他离婚这条路 而在那个年代 离婚是一件比现在 要难得多 也重要得多的事情 若非是两人完全谈不来 也根本不会走到离婚这一步 所以我想习近平 未必会听彭丽媛的 但是他一定乐于看见彭丽媛 受到非凡的名誉 因为这就代表着 他的地位仍然备受遵从 坚不可摧 那如此一来的话 这恐怕就是反习势力 最能够利用 也是让习近平最难以拒绝的 绝杀技朗 这可能就是山东邦 悄无声息 强势崛起的原因所在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 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